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了一篇 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呢 是在最后聊了一下 这个和我呢 想法还不一样 我呢 感觉中国就今年来说 过完了春节 那是春天 但是实际来讲呢 大家经历的是一个假春天 不是一个真春天 这个假春天完了之后没有夏天 春天没有让我们感觉暖意 而是感觉到那种秋寒 这个春天过完了之后 迎接我们呢 是冬天 我们才知道 其实都是一个假象 而这个冬天格外漫长 漫长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 中共完蛋之后的这个真正的春天 等十年之后才能到来 好 那我们先一起读一读这篇大作 前苏联有一个天才科学家叫李森科 他说 坚信世界上有两种科学 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 嗯 他否认了境外反动科学家 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说 发明了获得性遗传理论 这个科学啊 有很讲政治 苏联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一种是真正的这个科学啊 他是叫无产阶级科学啊 还有一种呢 是泛泛的啊 这种科学啊 同时呢 他还否认了这个遗传学的理论啊 有这么一个获得性遗传理论 这个理论怎么说呢 如果持续进行外部物理干预 就会获得你想要的遗传结果 这个遗传啊 不仅由DNA来决定 你外部不断的进行物理干预 就是物理现象 温度啊 湿度啊 这个力啊 这种作用上他 他就能改变他的遗传 厉害吧 比如 让你爹天天练腹肌 你就会遗传腹肌 即使你没来得及遗传 只要坚持下去 儿子也会遗传腹肌 渐渐的儿子两块 孙子四块 重孙子就六块 一代一代坚持不懈 你重重重重重孙子 刚一呱呱落地 好家伙 两排 杠铃 齐刷刷的长在肚皮上 你只要天天练 这个你早早晚晚啊 你的子孙后代啊 一生下来就天然带着腹肌 不用练 因为你和你爸爸 你爷爷 还有你儿子 一直这么努力的练 这个就改变了你的遗传 让你的这个子孙后代 天然的就是肌肉难 好神奇啊 有道理吗 嗯 李森科啊 这个苏联的科学家 咱们叫老李吧 一生致力于 人定胜天的五种改造 价格苹果和柿子 就能得到苹果柿 价格西瓜和南瓜 就能得到西南瓜 按照这个理论 土巴鼠和鳖结合 就会生出土鳖 杀皮股和比目鱼结合 就会生出著名的品种 杀逼 这是不是骂人啊 大家知道 其实最后一个物种 现在已微微大观 像年月一样爬满社交平台 就是杀逼这个新品种 连月可能有的朋友知道 有的朋友不知道就是给中共唱赞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位 就是拿工资的吹鼓手 嗯 中共这个各媒体上啊 这奔来跳去 欢得很 好像是跑到日本在躲在境外 再替中共进行吹鼓 生活在境外 工作在境内啊 挣钱在境内 一样的 接着读 跑题了 李森科毕约一家农业学校 从未系统学习过遗传学 典型的民科 当时粮食紧缺 他听父亲说 双冻的种子可以增产 啊 他爸爸老农民给他说 这个冻过的种子能增产 哎 这就是科学理论 就下令农民种植冷冻过的种子 虽然事件证明这纯属扯淡 但他深受斯大林血 因为有助于提升斯维埃的士气 简单一行 也不用这个研究了啊 老农民说一句 斯大林觉得行 可行不可行不重要 有理论 能鼓舞士气 嗯 这就行 于是火箭班 这个老李就成了苏联科学院院士 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乌克兰科学院院士 还当上院长 称为全苏科学界红衣主教 真理班的存在 一向我们就想起国内好多这种 这种大仙啊 这种大神啊 钟南山 也没有学过这种遗传学 也不是病毒学啊 也不是基因学啊 哈哈 曾有三倍多位苏联科学家站出来指出 获得性遗传理论的荒诞 画家作家也在报纸上讽刺啊 但老李只用了轻轻一招就解决了这些科学辩论 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简单 不用争论了 这个你们去西伯利亚就可以了 没人争论了 有些报纸由莫未干 还没上街头报摊 就被李森科发现 并把总编闪电班送到了西伯利亚 这个科学争论呢被送去了 这个敢于质疑的报纸总编也送去 这就是最早一批的闪送业务 比京东比淘宝快多了 有一次他又在会议上宣扬获得性遗传理论 有个叫朗道的愣挂站起来请教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割掉每一代牛的耳朵 总有一天就能培养出一种不长耳朵的牛 李森科回答当然正是这样 你对这个理论很 叫什么理解的很透彻 朗道哦恍然大悟 啊那很好 可是既然如此 为啥每个女性生下来的女孩 都有处女魔呢 对啊 因为物理改变了这个牛 每一代他生下来之前都被盖耳朵 他生下的小牛 早晚会没有耳朵 可是人也这么多年了 那这代数可不少了 不用你实验了 你活生生的实验吧 每一个女性生的女孩 这个女孩长大了 她为什么都有处女魔呢 她每次她不都被物理给改变了吗 她这个 她有处女魔 她就不可能生下孩子了 生下孩子来 她也必然就破了吗 为啥每个女性生下来都有 每一个女性生下来的女孩 都有处女魔呢 人们脑子忽然就开始嗡嗡的 想了几秒钟 对 怎么现在这样呢 一看大家就明白了 很荒谬啊 哄堂大笑 当然这是段子 没人敢这么羞辱她 这个只是苏联的一个段子 不可能当面去问这个 李森科老李 如果这么敢问的话 西伯利亚 所以呢 李森科继续推广 获得性遗传理论 继续流放着反对他的科学家 直至那个节点 当科学 遇上政治 就是杨智遇上牛腕 杨智遇上牛腕 水湖里边的故事 这个杨智卖刀嘛 这个穷困潦倒 宝刀要卖 碰上泼皮牛腕 这个刀卖这么贵 快不快 非要试一试 最后 拿自己肉身 在试在了杨智的宝刀上 呵呵 哭着又笑的 正是一出出人间喜剧 那个就像那个牛腕一样 他早晚 他的这种理论 会在科学的这个宝刀上 原形毕露 而且会丢掉小命 毕露每当我看到 耶卡的 这名字就会条件反射 联想到某个顺德 电饭宝场 或者福建红木加斯的 土老板 这个我也不懂啥意思 反正就是说是 一个品牌吧 这名字实在有画面感 我甚至幻觉他 一边花花包姜着 小叶子坛手串 一边大谈企业 如何把握机遇 纵身发展 哼 花花的包姜 那就是造假呗 还是小叶子坛 妥妥的在造假 受职场税 对不起 是我付钱了 这个北漂青年 前两年还是丰台区 社区医院 村医一个的水平 一样的水平 现在已以国务院 社区防控专家身份 与上海市领导们 平起平坐 那 上海领导平起平坐 上海领导 那都是不吉 省不吉干嘛 这窜的真快 比四人帮 那个造反 往上窜身了都快 出台了 包括硬格力 等政策 这故事 太他妈励志了 什么故事 有个脊椎病患者 吃了多年的药 都被好转 痛苦男人 偶然来到小叶的诊室 小叶只用三针 就治好了他 从此 小叶神奇的医术 就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不都是经常看到的江湖骗子的那种故事吗 一发功 不用吃药 不用看病 你就好了 大师加持了 某某大仙加持了 某某功给你加持了 这么牛逼的情节 只能从金庸小说那看得到 还必须是胡青牛 这种顶尖高手 据悉 北京奥运前夕 柏尔特在老家被一辆卡车撞飞 正当他面临高位截摊 痛不欲生之时 叶一胜 飘飘然现身 只扎了三针 柏尔特忽然站起身 撒丫子就开跑 一路从亚美加跑到北京 交警拦都拦不住 然后就涌夺北京奥运冠军了 反正你敢不要脸崩就行 就像很多人 那个我记得有一些小视频也是 这个一个老人家坐那 问你多大年纪了 哎呦都有八十了吧 叫八十扯淡 旁边的这种助理 那就是跳出来了 我们老先生都已经一百八了 还有的说我们老先生 生于明末 不是不是清末 是明末 好几百了 反正出一百 你敢信 他就敢骗你 最后你的钱就没了 而你智商就信 那就得帮你提高一下 就得收你的税 这种故事都是这样 这个 但是呢 就像那个苏联的 这个老李一样 这个中共 还是有人愿意让他来进行专家一样的这种工作的 为什么 不是不知道他骗 需要 大国需要这种吹鼓手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婊子 有这句话 历史放在那不会说话 任人篡改 科学是任人解释的嫂子 也是浮想连篇 这个嫂子也从大哥的老婆受人敬重 后来让人解读的这个成了不断泄断的一个对象 最近上海正向病毒发起随后总共有居委会嫂子就表示 不让一只阳性苍蝇飞过去 好 真狠 估计把病毒当成性骚扰的广场五大爷了 这个居委会嫂子 这个深有感触吗 坚守洁劣就能消灭他 按说病毒不是活体而是蛋白质 离开宿主只能生存很短时间 奥米克隆致死率比流感还低 已是医学常识 可网上很多人支持嫂子 几万点赞 顺带再一次声讨张文宏 廖小辉这种看见 很奇怪在这个国家私人看个狡气恨不得都要挂个顶流专家号 真的 好多大医院都是一些小病 这个不是病有多重 关键是这个 我这个地位 我这个资源 我就想办法去看这种专家顶流医院顶流专家 看我这个病 我还不一定信 就这么重视 狡气也得这么重视 可是呢 这么重大的公共防疫问题 却相信聚委会嫂子 你说中国人到底是惜命还是想集体自杀 反制 中国人没有逻辑性 谁让他没有逻辑性呢 伟大的党卖 有逻辑性不就看透中共这伎俩了吗 就让你没有逻辑性 说你傻吗 这个坑蒙拐骗 那脑子好用的很 说你聪明吗 判断起失误来 真是二逼一个 脑子里边全是实 有人常说 五四运动带来了德先生 却没有带来赛先生 是我们百年来的悲剧 这话乍听有理 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 就注重西方科技和火器了 中体西用 不正是中西剂 据以礼吗 看过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就知道赛先生的前提是德先生 没有真正的德先生 一定没有赛先生 却一定会出现大量的 李克森先生 就是前面那个苏联科学家 这种骗子 伪科学 这种就会跳上来 大白们破门 粗暴消杀 架走百岁老人 隔离两岁孩子 把妇女按地下摩擦 王祖为了照顾癌症母亲 企图居家隔离的男子 等英勇试剂 不必列举了 大家都看了很多了 我这个 叫什么上海封城做了一百期 这个中国监狱都做了二百多期了 这还不全呢 中国这事太多了 有一天我居然发现 他们抬走了剑冻症患者 是的剑冻症 这真是科学界伟大奇迹 不少上海市民跑出来 恶意普法和科普 奴小的法 人民日报早就说过 企图以法治来削弱 党的领导是痴心妄想 这个不要打着法治的名义 党不吃你这套 所有的科学问题 也都是政治问题 企图用科学反对正确指导 就是白日做梦 在党的领导面前 科学法治都是屁 破裂了党性的科学是伪科学 破裂了党性的法治是伪法治 我替中共解释一句 你们不要做白日猛 不要以为领导不懂法律和科学 不要以为斯大林会真相信李森科 因为李成鹏在这个圈里 这个被逼关在里面出不来 他说的保守 其实也不要相信习近平 真的相信 这个什么中南山 什么这一套 记者们很多新闻就说过 大家很多人就在热吵一些中南山消息 热议一些这种习近平的蠢笨 说过多次 习近平既不蠢又不笨 他怎么能准备呢 他比谁都精 猴精 素质低是低 坏是真坏 这个自私是真自私 但是他为了中共 他这个阶级 为了自己这个利益 他算得很清楚 所有的这些措施 那都是经过精心布局 数据演算 超算进行过多次这个演练 只能团队 提供的多套方案 他来采取的 他和胡锦涛和江泽民 什么邓小平毛泽东 没有区别 他们都是代表的那个阶级 性格不同 方式不同 所持的历史环境不同 罢了 不要以你想象的这个社会走向应该怎样 来想象他 你就是应该走 他没符合 你就是他纯 他比你精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比你精多了 你没有站在他的十字 不是十字 站在他的金字塔尖上来考虑问题 你获取的信息 判断的这个技巧 逻辑 利益 诉求点 和他差距太大 所以中共的工委秘闻 我基本不谈 最近热炒的像 又炒 这个 未来的二十大 这个人选 有兴趣看我 将近一年之前 对这个中共 我认为未来是九常委 九常委的排名 要热炒的话 我也有 我但是 我比他们要早得多 又说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的斗争 都是扯淡 这个他们一边当屠夫 一边当演员 这个一边演是戏 独角戏加二人传 这个一边手里的刀可从来没听 这个你们就认为 这个演员就比那个演员要仁慈 这个屠夫下刀子就比那个屠夫 就要更善良 站在你的角度 这个屠夫是让你一刀来个痛快 比那个屠夫强 因为那个屠夫要进行凌迟 一刀刀活寡你 有区别吗 都是在你 所以不要信 这个李克强无论再怎么巴巴巴的说 这个习近平带着整个团队 都一刻都没有听 新闻阁里边我才和大家聊聊 大家喜欢听这个 但我不想聊这个内容 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种新闻不要听 没有意思 听个热闹 浪费你的时间精力 浪费你的这个广告 帮着别人挣个广告流量 其实在万一带偏了 更是脑子反应不过来 吃亏上当浪费生命 好有朋友参加直播 这个一会再聊 我先读完 四大林生在农独家庭 后父亲成为邪将 小镇旁边的就是农田 赫鲁晓夫也生于贫农家庭 从小亲眼看过种地 如果他俩相信冰龙的种子 埋在地里小麦会增产 就该相信糖葫芦 埋土里能长出更多的冰糖葫芦 别误会赵高 真以为那是一只鹿 他只是看你服不服 嗯 说的经典 别以为太阳照耀着母产两万斤 老人家只是看谁更忠心 说毛泽东 不就是这样吗 别以为这个 说这个病毒有多可怕 这个要进行清零 这个病毒要用怎样的手段 造成怎样的人间悲剧都不在意 这个才真的是防疫 这个这是习黄 看你忠不忠心 和毛黄 看你两万斤忠不忠心 一个道理 李承鹏这句说的经典 老白说我们马戏团迅速 只有三个步骤 一减少事物工给饿着他们 二有时一位饥饿闹事的 就关起他们 隔三差五用高压水枪冲他们 不老是就惩罚 三保持情绪稳定的 就适当奖励他们 很快就能得到一群听话的他们 和玉米武术都差不多 和囚徒训练也差不多 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囚徒训练的道具 老白半辈子跟野兽打交道 却比我们都懂人性 兽性人性有的时候是一样的 因为人也是兽 兽也是人 你看在家里封一个多月 终被允许放风的历史学者 萧公勤 就写了一篇文章 大谈放风的喜悦 怎么说的呢 这种出奇的宁静 倒还别有一番趣味 我拍了张街景作为留念 这是上海建成一百多年以来 未遇的奇观 解封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开始我以为他在反讽 李承蒙说 这个人关了一个多月 出来写篇文章 是不是反讽中共啊 后来发现不是 他一一期别后 便批评了对现状的不满的极端思维者 谁敢对现状不满 他要批评 将批评他的人 比作杀人路麻的 罗伯斯皮尔 布尔布特 并教育人们要乐观 怎么乐观呢 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 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 不懂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 也无法理解真正的人生 作为一个乐天之命的人 超一月左右极端 肖教授站在垃圾堆上 教育别人要乐观看太阳时 肯定没有想起从楼上跳下的小听琴手 陈顺平 被憋死的护士 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被鱼刺卡死的一岁半婴儿 还活着就被送往火葬场的老人 天啊 肖公勤 从大学教授变成马戏团的宠物 居然只花了第一个步骤 训教授比训兽还省人工 这真是训兽史上的一个大奇迹 刚才说了训兽是老白 训兽用三个步骤 这个训这个教授只关一个月 第一个步骤 饿饿他就够了 后边惩罚都不用 奖励也不用 马上就跳出来 开始为中共歌功颂德了 我估计可能是吃上他功了 那个给他单独家庭送的这种 头位饲料是精饲料 挺好 这个教授就站在垃圾堆上 可以歌颂美丽的太阳 美中不足的是 肖教授只是片面教育 人民要乐观 建设性明显不足 光告诉你乐观了 这个办法没说 为什么不站在科学角度 为防疫先机献策 我有一些正能量的科学畅想 如下 这个李成鹏开始这个反讽了 怎么说呢 李成鹏说 建议目前排队做核酸存在交叉感染风险 而且人工成本太大 挤压了利润空间 直接就说出来挤压利润空间 这是码码做核酸 为什么不开发一款电动牙刷 每日刷牙自测核酸 即时上传结果 一边刷着牙 一边就把你随着DNA核酸 抗原就检测上传了 我想以后会有的 中共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 这种对你的监控 管制会 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注意 该牙刷由官方指定渠道销售 其他牙刷视为非法 此举将大力创收 鉴于存在少数不刷牙 恶习者和牙掉光的老年人 第二部将开发全民电子假牙 这个不刷牙的和这个老人 直语美人嘴中24小时监测 卢一卢一羽羊 电子牙 便自动羊羊风鸣 并腐制翼电流 电你 届时满大街会出现 面部肌肉惊弯 鸭鸭怪叫的家伙 但请不要惊讶 我们只是用科技手段 迫使其羞愧难当 同共难忍 自动跑去方舱 只有方舱拥有 解除电机的密码 对了 本产品付款 分月费 计费 年费 为避免有人蓄意破坏产品 压一负三 并收取一顶 磨损费和漫游费 真是把中共各行各业 挣钱的手段 急于达成 全弄到这儿了 刚才说到这个 这个创收 我本人亲生经历 在国内的时候 我曾经经常去的一个家附近的一个医院 这个我不喜欢像别人一样 急着 知道那个医院原来是某一个行业的啊 一个单位的医院 呃 也设备也不错 医院也可以 关键是人手 知名度小 这个知名度小了 大夫还有点耐心 能给你看看病 哎 就后来没想到啊 这个被省立医院给收编了 我就去 还是习惯性的去那儿看病 当时一看 我说这么人山人海啊 这怎么回事 那个哎 正好看大厅里有一个相熟的大夫 大夫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 忽然发配到这个 分枕啊 带领着护士在那分枕起来了 一看就是明显降级了 我知道这人一得还不错 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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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这么多啊 撇了撇 这个门口那个牌子 省立医院 第几医院 省立医院啊 这个 这个南院北院 东院西院 又后来又加了个医院 二院三院 这也挂上一个牌了啊 看了吗 马马好 生意好 挂了牌了 这个这人都信啊 这个 这也是省纪医院了 省纪医院真好吗 我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知道真黑 军队医院真好吗 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光知道真黑 对官患 对那个阶级 那是设备人员都能用上 是真好 对你来说 只是刀块一点 这个好医生好设备 也不会往你身上用 不会不会跟你招呼的 就是往你身上招呼 那你就得多掏银子 掏完银子也未必想给你治好 或者能给你治好 只想的是你能掏起这个银子 我会继续让你掏银子 没别的 如果嫌电子假牙尚不够 深入人体 核酸未必准确 第三期就将开发 出化时代的伟大产品 电子菊花栓 菊花栓 感觉后边一紧 该产品具有检测准 隐秘性强 采样方面等诸多优点 具体方法是个体差异 塞进菊花5到8公分 24小时检测24小时长包 为避免个别人逃离安装 今后乘坐飞机高铁 大巴地铁及各种消费 只能评词扫码 手机不行了 这个电子手画不行了 只能这个菊花 电子菊花扫码 屁股一掘扫码成功 不安装者不得使 也不得使 这个不装这个东西 屁股不塞这么一个 不让你吃饭 出去什么也干不了 这个你也排不了电 鉴于人体排泄通道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设计之时就考虑到 更换机制分月抛型 季抛型 年抛型 以及终身固定型 每更换一次收费落干员 该产品属于自费 这个 但四大银行 承治提供案件 在房地产日益低迷之际 房贷让位于钢贷 形成真正的钢性需求 这个我估计李成鹏发这个感慨是 现在有很多人说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方舱经济 这个方舱不是 这个 习黄说了吗 这个要干嘛 这个要常态化 要一直搞下去 坚持不懈 这个又打破了一身想法 我早就给大家说过 这个清零 是清不了零的 病毒是不能消灭的 是永远清下去 永远也零不了 为什么 清零是政治任务 没病毒怎么清零 不清零怎么调块化 计划经济管理 怎么把你们 化给危劳关键预理 这病毒是永远清不完的 这个 长此以往 这个东西真是有方舱经济 我都无奈 说不出什么 不要以为此发明就是终极目标 错 最终我们就会开发出一种 芯片氧水 只要妇女一怀孕 就注射该款洋水 纳米基芯片 会进入婴儿正在生成的大脑血液肌肉 不仅具有检测效果百分之百准确 而且可以促使其分娩后 思想正确 行动阳光 说起来李承鹏这段感觉有一点 可一错思 这个有点 查课打会 其实有的时候 到我来想想也对 你看现在好多科技走路 我们生活的一些东西 一些监控手段 过去我们想象也不可能 这不现在中共都已经把它给变成现实了吗 那个V字战队刚拍的时候 大家想没想过 这个电视的监控人员 在家里看着 聊着天就有人说公民啊 你已经违规啊 等等等等 这个现在不都现实了吗 所以即时细说也不排除啊 未经批准 再恶也不会在阳台上敲盆子 更不会高唱国际歌 且半期一生将自动生成各种加强针 超强针 极品超强针 其实疫苗概念已落伍 我们的理念是用芯片管理人性 改写人性 最终超越人性 是这个早晚会在人体进行直路的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太匪夷所思的 包括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公司 也不是人人机这个工程啊 这个人脑这个直接直路芯片 也有这种概念了 以后的人可能不用学习了 芯片里边带着知识 这个人机交互一下啊 这个人脑子就接收了 或者把一个带有知识的芯片 就直路了 这个几分钟啊 你一下就精通啊 全球各种语言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同但是呢 你对领袖 是百分之百的服从 按照李森科的理论 自此随随后获得性遗传 宝宝一出生 便露出胡心进般的诡异微笑 嗯 产笑啊 喂 爸爸我要看新闻联播 真好 改造的真好 慢慢的我们就成了优秀变种人 昨天走在大街上阳光刺眼 有人说他幻觉路旁电线杆子都是一根根做核酸的棉签 嗓子一紧 心中一灵 听保安大哥正大声 训斥一个年轻人 说你呢 往前走 不是他不好吃两米两米距离吗 那他妈那么多废话 往前走 再走 啊 于是人们低着头默默排队 茫然无措却 竟然有序啊 这个保安大哥现在基本都和狱卒一样 这个 大白一加深 这个牛逼的很 打起人来 这个 特爽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沉默往前走 低头看手机 统一而默契 他们只比一九三七年胸前带着黄色六角星的人们多一部智能手机 不仅比一九三七年 更比一九六几年 比一九二几年 比一八几几年 都是这样 和任何一个时代那种麻木的奴隶 无脑的这种僵尸 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拿门麻智能手机 都是一个活降式 行事走路 手机上弹出新闻 严控非必要出境 非必要不出户 非必要不出小区 非必要不出国 非必要不出生 心头竟升起 藏密一月 渺渺传来心经 心经怎么说的呢 观自在菩萨 行身斑落 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非必要不出声 非必要不出事 非必要不出事 足够躺平了 如果还有史记 太史公该记下这两段对话 一段来自于2020年 1月2日 警方训见 你为尿 如果你固执几件 不思悔改 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明白了吗 明白 另一段是 2022年5月12日 大白说 阴性也要转移 你要不配合 会影响你三代 我这是最后一代的 谢谢 这两段话 其实我还好多朋友说 还有一句话 我前两天也发过 就是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这两段话呢 主要是说疫情的 两段对话 寥寥的 竟写出了漫长的防疫史 一个是明白了 没有疫情 让你说没有 你就没有 一个是活明白了 似尽将横耕永久 那一个是活明白了 这个我就是最后一代 你也甭说我 这个什么一个小三代不三代的 悲哀 大家对这句话 都在反复的说 好悲哀 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生活不再滋润 越来越多的人 念叨起锐 那就你吃了吗 渐渐的被你锐了吗 提借 老板们见面 不再是计算 打了几个小鸟球 而是计算着 你现金流 还能撑多久 下个月 那把房子抵押了吧 其实上个月已经抵押了 好悲哀啊 好悲哀啊 这个都已经拥炮到这样了 最后借用陈宝成发的一个关于李慎之先生的回忆 陈宝成是一名这个维权律师啊 也是被这个颠 这个叫什么 山颠啊 被这个制裁了 他曾经写过一个文章里边的李慎之先生的回忆 李慎之是谁呢 是这个横跨民国到中共的一个中国最伟大的 在大陆上最伟大的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 也是一个国际学家 当然呢 他也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在1948年录的党皇时 还在延安担任过这种记者 参考消息就是他作为主办 创立的 但这个人呢 在89的时候这个辞职了 看到中共这个这种恶行辞职了 既为中共做恶 也保留一定的自己的这种自由的这种追求 李慎之当时怎么说的呢 他是48年陆的党一直在延安嘛 所以他参加过这个中共的这种国内战争啊 他去过解放上海 李慎之回忆说 那是1949年刚解放上海的时候 天气挺暖和的 我们进了上海秋毫无反 甚至晚上我们大兵都是睡在大马路上 一点都没有打扰到市民的生活 那时候心中充满理想 一个MMZY的中国 MMZY我没看懂什么意思 应该是魔幻摩尔庄园吧 一个儿童游戏 有朋友知道反正我不打摩尔游戏 我查了查应该是摩尔游戏的意思 就是小孩玩的东西 但实际上中共就在做这种过家家的游戏 但是呢 他不是游戏 是如此的罪恶变态 那时候心中充满理想 一个MMZY的中国 一个全新的未来 就要开始了 你可知道那一天早上 在上海的马路上醒来 看到阳光的那一瞬间 对未来中国充满了希望的感觉吗 这李慎哲和中共啊 军队一起进上海的时候 当时感觉一起躺在马路上 秋毫无反 暖暖和和的阳光照过来 第二天醒来 感觉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我想李慎哲这段应该是反衬 他未来对中共的这种无限的失望 这种卢梦方形的这种反差的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不要看睡在马路上那种欺骗性 后来他在上海干了什么 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都充公 公司合营 逼着他们捐钱 这个把人逼着一串串的 去跳楼 当时可是秋毫无反 不拿你一根针 后边是要你的命 那是1949年4月 行将败落的南京 胡适打开机舱门 见境无几人泪流满面 那是他终将告别的春天 镜头一换又换到了这个 南京政府 即将落败 这个胡适 这个坐飞机准备要逃离大陆 离开轮陷区 当时转机的时候 在南京 打开机舱门 一片衰败 萧条 就没有几个人呢 没几个人 这个 善然泪下 泪流满面 那是他终将告别的春天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查了些资料 包括这上下文 胡适呢 应该这个终将市区的春天呢 是指中国这个民族 在国民政府 这个操持下 也做了很多努力 也有很多无奈 也有他的腐败 也有他的这种 不成熟 这个失败 当然也有外淫 苏俄 变相的这种侵蚀 日本法西斯的这种侵略 以及民族性里边的这些裂根 这个反复的这种轻荣 往文明靠近 受到底层未开化 未觉醒民众的这种牵制 无可奈何 但终究民国 国民党是做过很多努力的 胡适离开了 善然泪下 感觉 这番努力 它毕竟还是春天 虽然有刀穿寒 但是 终会过去 但是 共产党来了 民国政府 离开大陆了 春天结束了 这个春天真的结束了 这个春天结束了之后 不是夏天 中共占领之后 没有夏天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中共占领之后 1949年4月之后 没有夏天 只有一场一场的 秋天冬天 秋天冬天 还有一些假春天 现在我们又过了一个假春天 就像开头我所说的 后面是夏天吗 假春天后面没有夏天 假春天后面是冬天 更冷 让所有经浙的这些 追求自由 想来享受阳光的这些虫子们 这个就像这次清零一样 把你们梳理出来 冻死你们 后面有更残酷的冬天 这个冬天很漫长 等多长时间呢 我想就是中国人觉醒了时间 十几年吧 最少得十年 好 就聊到这儿 这个这是李承鹏的大作 和大家一起欣赏完了 然后是直播 这个有朋友参加直播 是200斤 不换煎肉馒头 彻底完蛋了 西朝鲜 败而不破 如之乃何 早晚会破 彻底完蛋了 这几年是彻底完蛋了 其实一直都这样 这个中共治下 这个文革从来没有停 只是1.0和2.0之间 有这么一个间隙 1.0不大够用了 在升级2.0之前 管控 有这么一些缝隙 让你们闹腾闹腾 现在人也有钱了 思想也开化了 感觉这个不大服管了 国外又不给你挣钱的机会了 要脱钩了 自己就抹下脸来 这个主动和世界脱钩 主动的攻击你的供应链 倒退回去 没什么新鲜 真的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不要以为习近平疯了 没疯 他干的和这个毛泽东一样 那毛泽东疯了吗 他俩特立 那个江泽民 邓小平就是好鸟 邓小平六四 是好鸟吗 不进行政治改革 是好鸟吗 这个江泽民是好鸟吗 第一个法轮功就跳出来不乐意 那个胡锦涛是好鸟吗 都不是好鸟 都一样的 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 扮演不同的角色 实行不同的方针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联 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 独裁 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只是每个人赶在历史时期不同 让我赚钱 我就去赚钱 你现在不让我赚钱 要颠覆我 那我就要通下杀手 你让胡锦涛 这个最面的人 先放在现在 他和习近平干的 可能方法 力度略有不同 干的事一样 作为一只狗 一定要跟对主人 否则也要受牵连 生的计划 死的随机 翻墙来爱党 必是狗娘养 相信共产党跑步火葬场 文革时节雨纷纷 墙内韭菜筹断魂 满朝文武藏绿卡 半壁江山养红颜 切问赵家何处有 战狼咬指包家人 扎扎实实搞三讲 轰轰烈烈走过场 问题出在前三排 根子全在主席台 你这顺口就变得真好 挺好 有公敌 老百姓不可怜 人民是中共的人民 中共是人民的中共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有一定相补相成 因为这个我是同意的 只有中共 中共就来自于中国人民嘛 中国人民里边这批渣子 这个 就得势 就集合成为一个中共 当然可以换一个名 换一帮人 如果中国人民不觉醒 这扎子又会形成一个新的党 这个哪怕他叫中国民主党 中国共和党 中国正义党 还是一样 你能说共产党一定不好吗 西方有一些国家 其实是共产党发源的 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关键是人民的觉醒和人民的权力 权力 政府的权力和政党的权力 没有被受制约 等等等等 这些才是根 这些才是根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时间是一个线性概念 不要用现象解释 现象 不存在相关性 也不存在所谓天道轮回 人从出生到死亡 都是线性秩序 春夏秋冬循环 是一种错觉 晚清民国企业家 洋务运动 为了赶走洋人 企业家的 性 衰到 批民的死亡 晚清和民国的衰亡 都是一些企业家 大批消亡为起点的 都是现象秩序 你说的这个含义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对 是这么回事 这个中国有一定的这种 有这个现象 最后都是拿民营企业家 当夜狐 需要的时候尿你 不需要的时候摔你 总归都是这个什么 真是急着要的时候 还可以拿你来盛饭 他也不嫌恶心 一干什么都能干 但最终呢 都是一个牺牲品 因为民营企业家 你还是韭菜 地理 只不过是长得脆一点 壮一点 搁起来更爽 天知道 随有余 而补不足 人知道 随不足 而奉有余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那这是老子的这个 原话吗 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给时光以生命 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 to the time to live rather than to live in time 我老天 二百斤 你太厉害了 你这肉满头 这个引经据点 这个古今中外 这个全让你说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也到佛家了 爱情是活着 凡也是意外 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记得曾经在庙里 我看有一句话 还挺有感触的 这个 我虽然是基督徒 对吧 这个 也不耽误这个 在其他这种宗教 这种智慧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 我记得当时爬一座山 在一个庙里 这个庙里有点像悬空寺 很小 但是很精巧 一共就这么一座小庵 一个尼古庵 竟然还一山市分三层 小小的院子里面 竟然有泉水 哎呀 那真是很灵性 很灵性的一个地方 当时就 来在第二层的时候 小折叠 小转折的这个 上山的这个石阶 一抬头一个石壁 看到 叫什么 世界一切 一切如虚幻泡影 什么什么 好像这么一句话 凡一切都如虚幻泡影 感觉真是 这个人生活 看过去 就是 好像是梦中 看未来 好像是物中 看现在 有的时候也不真实 真是 前程 前生今世 未来 好像很多都是一种 一种 不真实的感觉 确实如此 安心是活着 繁衍是意外 你说的太悲眼 生命本来没有意义 有意义 有意义 我是基督徒 我信有意义 活下去 才有意义 那是 真的是 尽管我们用 进行方法 活下去 但或早或晚 肉体终将 损灭 是否业力支持 有序和无序 以个人生命的长度看 业力并非绝对规则 这是佛教 就是佛教的一些看法 充满了一些大智慧 这个 我认为这个 一些宗教 修行不仅是基督教 也有一些别的宗教 也是有大智慧的 比方说佛教 道教 谢谢您的分享 这个 我对佛教 不太懂 不太懂 这个能看懂的 咱们一起聊聊 不看不懂的 这个 不丢身现眼 感谢二百金 不换间 肉馒头 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 这个古今中外的典故 和这种 记字 这种 点醒 这种话 好 这个 千万共赏 这一期 到这 各位拜拜